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这几天中国考古界宣布了一件大事 就是在三星堆考古遗址中进行了发掘 在六个新的祭祀坑当中又找到了500多件文幕 新闻上报道说是拆了六个盲盒 三星堆可是中学课本上有的 不过我估计记着它是怎么回事的人不多 我听公司小伙伴聊天有人问 为啥叫三星堆不叫华为堆 这实在是太对不起中学历史课了 所以今天咱就聊聊三星堆 三星堆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文明遗址 在四川广汉离成都不远 这个遗址被发现的地方有三个黄土堆 堆成一条直线 所以当地人给它起名叫三星堆 最早发现三星堆是1929年 一个叫烟道城的当地农民用水车打水 发现了一批玉器 那他也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 就觉得是古董拿去到处售卖 结果古董商蜂拥而至 广汉地区就掀起了挖掘的高潮 当时广汉县长叫罗宇仓 认为古物出土应该归国家所有 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绝 多亏了这位县长大人的努力 不然在那个年代这些文物没准就飘扬过海了 到了1934年华西大学开始对三星堆进行第一次发掘 挖出了600多件古代器物 三星堆就这么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三星堆的玉器资料寄给郭沫洛 郭沫洛这个人人品且不论 别管他是远看一条狗近看是莫洛先生 甭管鲁迅怎么评价 但是他学术水平还是有的 他没有到现场凭自己的直觉 就觉得这批东西应该在周汉之间 这个在当时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这个遗址后来因为兵荒马乱 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 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 文物部门对三星堆也有一些调查 但真正挖掘是在1986年 这一年广汉工人在挖砖劈土的时候 挖断了一块玉环 工人就报告给了当地的考古队 考古队就赶紧进行抢救性挖掘 挖出了两个大的祭祀坑 年代跟商朝同时的 大概是距今3000多年前 坑内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 玉器 漆器 陶器 还有80根象牙 4000多枚当时的货币 像海贝 铜贝 现在很多这样的文物就在当地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出 有些国宝级的文物 比如历史课本上的纵目人像面具 就放在了北京的国家博物馆 这之后直到2019年 中间隔了30多年 三星堆没有进一步发掘 有人说三星堆停止发掘 也就是因为这里都有惊人的秘密 比如发现了外星人密码 发现了三星堆跟玛雅文化的关系 还有人言之凿凿 说这个三星堆停止发掘是国家的意思 因为这个遗址背后的文明跟中国文明没有一毛钱关系 年代又那么古老 要是真的继续挖掘和研究下去 没准能够动摇大家对于中华文明古国的自信 所以这样的研究不能再搞了 这些说法都是扯淡 为什么呢 其实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这些年一直就没断过 之所以这么多年不发掘 是因为1986年发掘出来的那批文物 已经够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一辈子了 考古不是盗墓 不是说把东西挖出来就完事了 文物得清理得保护 文物背后的意义得研究 学者们精力有限 得把这些东西都给做完了 觉得有必要了 才会挖掘下一批文物 才会进行随后的挖掘工作 所以这个前几天呢 三星堆公布了新的挖掘成果 这次挖掘呢 是从2019年开始 持续两年 直到现在 用考古学的话讲呢 叫六个祭祀坑清理工作完成 这才通报给外界 不是说像我们胡乱猜测的那样 三星堆这次出土了六个祭祀坑 东西太多 学者们还在整理 之前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里 东西就已经足够惊艳了 比如三星堆最著名的象征 纵目人像面具 这个面具呢 眼睛不但突出 还长成了柱子形状 为啥青铜面具做得这么惊悚呢 有学者提出了可能当地当时的统治者 有假抗 假抗患者的眼睛就是突出来了 面具呢对这个进行了夸张处理 而且这个突出的大眼睛 跟四川的古称鼠很有关系 鼠这个字啊 上头是一个横的木 有学者认为呢 这可能表示眼睛的象形字 而整个鼠呢 则是一个有大眼睛的人 当然了这个说文解字里说 鼠就是残的意思 这又跟一些记载里边的古鼠国 很有关联 他们的开国国君叫残从 李白在鼠道南的诗里 就能提到过 残从基于服务 开国和茫然 残从按照文献记载是纵目 也就是眼睛突出 那这个青铜面具呢 可能就是残从的形象 也体下的鼠这个字的字圆 除了这个面具呢 三星多人还发现了一棵非常高大的青铜树 将近四米高 有这个散促的这个树枝 有27个果实 9只鸟 很多这个中国古代神话里啊 都记载有通天神木的传说 比如西南有贱木 东方有扶桑 这些大树呢 是人间跟上天连通 唯一的通道 《山海经》里记载的西南贱木 按照方位就在今天的四川一带 那当然了 连通天地这事是不可能的 《山海经》和神话里的记载 更多的是反映了古代中国 不同地方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所谓的西南贱木 指的就是四川一带古人的信仰 那在三星堆呢 发现了这棵青铜树 就是这样信仰的实物力证 说起来这个三星堆青铜树 自从被发现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有的这个盗墓小说里啊 这样的神术 还成了很重要的线索 那三星堆的这个古人长啥样呢 刚好呢 三星堆出土的很多人像 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这些人像呢 都是大眼睛 后面的头发 编成小辫子跟清朝人似的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呢 出土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栗人像 那这个人像耳朵上呢 有圆形的耳洞 身着三层薄衣 那一层呢 长置小腿 后摆开叉 衣服上有精美的花纹 那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穿着打发 当然了 这个三星堆发掘的文物数量太多 真要是讲呢 每个几天几夜讲不完 这些文物呢 代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也就是说呢 在中原商朝那会儿 四川一带就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文明 一般来讲啊 判断一个遗址是不是算文明 有三个要素 金属冶炼 城市和文字 这些标准是挺高的 而三星堆遗址当中呢 直接或间接这些要素都有体现 先讲那个金属冶炼 三星堆那么多青铜器 就是直接证据 很多别的遗址 为啥只能叫文化呢 像两主文化 二里头文化 因为这里边呢 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铜器 所以呢 不能叫文明 正经说起来 按照这个标准 中原文明最早是商文明 年代呢 跟三星堆差不多是同时代的 至于说这个青铜冶炼 是不是三星堆影响了商朝 目前呢 没啥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呢 三星堆的青铜是独立发展的 没受商朝什么影响 再讲讲城市 三星堆发现了大规模的这个聚落 本身就不是村落遗址 而且呢 那么多贵重的青铜礼器 制造这些的人呢 一定是要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也就是说呢 当时三星堆里是有人被农民养着的 这是城市的一个最根本的经济特征 这样的大规模手工生产 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 并不多见 最后呢 就是文字了 那三星堆呢 这里目前没有发现大批的文字留存 有人说三星堆是不是就没文字 那不一定 没发现文字啊 不代表就没有文字 而且呢 三星堆青铜器上的形象本身 就会有很多意义的解读 很可能是比象形文字更古老的原型文字 咱们退一步讲 三星堆都有复杂的青铜冶炼 要是没有发达的文字 分工合作怎么开展 那所以呢这个三星堆很可能是有文字的 只不过目前没有发现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呢 三星堆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明 在公元前一千年的中国土地上 构格称为文明的着实不多 位于中原的商文明是咱们比较熟悉的 而且呢 历史教科书上呢 也把这个商作为一个正统的朝代去记载 但是历史上四川一带的三星堆文明就没有记载了 有人认为呢 这就是文献中的古蜀国 那不过三星堆文明的毁气是在商朝晚期 古蜀国灭亡呢 是在战国时期 所以说三星堆文明啊 很有可能只是古蜀国的一个阶段 三星堆文明至少意味着在四川盆地 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中华文明的问题 在许多国人的观念里呢 中华文明从商周那会儿一直流传至今 商周文明最早在河南一带 在河南外边的中国土地上 当时一些别的民族被斥之为蛮夷 他们的文明程度不可能赶上华夏政统 但三星堆的发现彻底挑战了这个观念 如果说在商周文明时代 中国大地上就这么牛叉的文明存在 而且独立于商朝的话 那就不能说华夏之外都是蛮夷 考虑到这个 甚至过去华夏跟周边的文明是什么样的 华夏文明有没有吸收外面先进文明的成果 这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就呼应到前面有人讲 说这个为什么不敢公开这个三星堆 从86年以后就不再发掘了 就是怕发掘出中华文明是从外来引进的这个证据 其实这个大可没有必要担心 说人是从非洲走出来的 这种是国际的共识 所以文明受外来影响 它就是真受了西亚的影响 也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承认的 对吧 再者说了 对这个老百姓来讲 这有什么影响吗 你就是这个证实了这个三星堆文明是外来文明 你就不996了 你上班就不还房贷了 你就不还车贷了 所以这个大可不必 好了 关于这个三星堆的故事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循迹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循迹万聊 也欢迎在YouTube上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我来说这些证实在这些证实在那儿 我只是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来说这些证实在谢谢大家